一个皇后的棺材被发现放在了贵妃的墓里边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81年青东林最大的妃子墓 也就是纯桂黄贵妃的墓塌陷了 工作人员打开墓门的时候 顿时惊呆了 发现里面有两个棺材 纯桂黄贵妃的棺材停在几位 旁边还有一口棺材跟它并列排放 让工作人员感到非常奇怪 使学家翻遍了资料 才知道纯桂贵妃旁边的是那妈皇后 也就是乾隆的废后 乾隆为什么把一个堂堂的皇后 塞到了一个贵妃的墓里呢 据史料记者 孝贤皇后去世后 纳拉是做了皇后 纳拉刚做皇后之后 四年生了三个孩子 跟乾隆也是非常甜蜜 但乾隆为什么后来这么狠心了呢 原来在纳拉是38岁的时候 乾隆怡情别恋了 喜欢上了令妃 对令妃特别的蠢爱 令妃十年生了六胎 这给纳拉是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乾隆三十年下江南的时候 带了很多人 包括纳拉皇后 一开始纳拉皇后还挺高兴的 可是后来乾隆 把纳拉是管制起来了 并且还让人把她提前送回宫 原来 在出游的路上 纳拉皇后听说乾隆 要立令妃为皇贵妃 因为皇贵妃的身份非常高 相当于父后 给皇后造成很大心理压力 纳拉是特别的生气 跟乾隆大吵了一架 还非常当劣地剪断了头发 要知道按照当时的习俗 只有皇帝或者太后去世才能剪发 所以乾隆非常的恼目 把她打入了冷宫 就连去世后 也没有被后葬 而且只能和别任何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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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